大家好,这里是张杰曾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说一下啊 大家都是喜欢有瓜的嘛 也希望呢,我们跟谁兑现 找个什么名人兑现 今天呢,这事就来了 因为呢,我被人诉了 诉我的呢,还是个很有名的人嘛 就是指甲买甲,打甲英雄王海 把我诉了 咱们就先看看呢,他诉的内容 王海呢,诉的理由啊 是说呢,他的请求 一个是赔礼道歉 一个是赔偿精神维金四万元 一个呢,是他的维权成本一万元 然后呢,其他全部费用以上合计呢 五万元 然后这个里头啊 关键的话呢,他写了一个事实和理由 说呢,在2022年10月啊 他发现了我 以这个什么,在各个平台上 说了什么什么 主要发布的视频的名字呢 就是章节说法 网络支架买甲 应有不同法理 对这个原告进行侮辱诋毁 造成呢,网络用户对原告呢 产生负面评价 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所以呢,原告认为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相关之规定 原告作为民事主体 享有什么的名誉权 任何组织个人呢 不得诋毁诽谤 如何如何云云当当 所以呢,向归院呢 进行起诉啊 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 我们注意了一下啊 那个帖子啊 我那帖子是什么时候的呢 4月份的啊 然后呢,去年4月份的 是针对的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啊 针对的什么事啊 那个针对的呢 就是重庆那个支甲买甲 买了那个农妇的150份回锅肉 买了回锅肉以后啊 被索赔了5万块钱 索赔了5万块钱呢 网络上引起了一些轩然大波嘛 所以对这个事呢 我们进行了一些法律讨论 因为在这种事的话呢 我们觉得呢 对于一个小的经营者来讲 是邪啊 敲闸了索 到底这事是怎么样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 一贯呢 如果大家都看我的视频的话 我一贯来讲呢 对于假货还是比较痛恨的 而且我们呢 坚持的观点是什么 对于这些假货呀 应当有惩罚性赔偿 包括呢 我们前面做了视频啊 说这个压伯数头的事儿 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赔偿呢 不是多了 而是太少了 实际上是要坚持严打的观点啊 不是说这个 但是对于这个 网海这件事儿啊 让我们很意外 而且这件事呢 当时其实 网络上呢 不是没有兑现 我就这么讲 在他的这个底下 有人啊他我 在我的底下 有人啊他他 说起来呢 大家没有点名而已 就是你说了什么 人家不跟你辩论 要暗戳戳的搞你 人家的话呢 明明是在四月多 就对了线了 人家非要说呢 十月多才发现 你看见没 这高明吧 而且关键这个事儿啊 你就知道 四月多对线的时候 就是针锋相对啊 而且呢 这个事儿 针锋相对 咱们就要说一下了 我们呢 觉得重庆这个事儿啊 受损的这个商家呢 这样就是个农民小户 但是呢 你看那个网海啊 他的那个微博说的很清楚 咱们就按照他的微博 咱可以看看他怎么说的啊 说人家呢 是农民企业家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研究三农吗 这个农民企业家怎么算的呢 咱们把他说的事儿看看数儿 我们才知道什么 什么叫做可恶 他的那个报道啊 他就说了 说他有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的企业啊 那好像挺大的嘛 但是呢 年销售收入五十多万元 利润呢 说是二十五万元 其实你知道 他对于农民啊 他说利润的时候 他不算他自己的劳动的 我们就算一下嘛 一百人的话 就是人均五千 利润呢 人均两千五 平均一个月呢 两百块 所以这个首先要告诉你 这个报道本身有问题 你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月两百块 就算在农村 贫困农村 谁给你干啊 最多是呢 可能说是一百人 这一百人里头 有谁那么大把手都给算了 才会有 就是说一百多人参与啊 这个大企业啊 然后呢 销售额一说呢 五十多万元 五十多万元 是什么样的性质呢 他就要里头写了 有什么抖音啊 淘宝啊 就多个平台 其实你要知道 在一个平台上开个网店 我们也有相当的规定了啊 就是这一个网店呢 月收入不超过三万的 也就是一个平台最多三十六万嘛 多个平台啊 不超过三万的 这种小微的 这些卖货的 干什么的 可以不注册不纳税吧 这是有规定的 对吧 可以不注册不纳税 支持小微民营发展 然后呢 还有 你就算一下嘛 就按照五十万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多少呢 可以跟大家算一下 一天的销售额啊 一千五 一天销售额 一千五是什么概念呢 人家卖了一百五十份回锅肉 总共的话呢 销售额的话应该是五千块 最后他罚了他五万嘛 按照十倍 五千块 一百五十份 那也差不多 每份三十来块钱嘛 你这么算一下 他这个一千五百块钱 左右的销售额啊 就相当于平均 一天卖五十份 一天卖五十份 什么概念 五十份这要回锅肉 你端一端嘛 一辆小推车装不满 就是个小贩规模啊 实际上这事是什么 要算 一算的话就知道了 算完了以后 王海一说起来 他是农民企业家 而且呢 这一条跟他兑现了呢 这种农民企业家 你不能敲诈勒索 就好像贬损了他 降低了他 会对他有负面影响 影响多大 对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呢 在视频也说了 这有关法律也规定了 不能支甲买甲 以支甲买甲之民 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着 其实这个事呢 在出来的时候啊 我就其实已经感觉到 里头有股势力 有种异样 这种异样是什么呢 就一堆在底下的 私信盖 他说 就讲了 支甲买甲是合理的 是干什么的 不光找我啊 还找到我老婆 说这话呢 这个事啊 那不就叫网报吗 你说点事 他怎么就来了这个了 现在过完了以后呢 这事你看吧 跟王海有联系 人家说了 这个视频跟他有联系嘛 拿着这个视频来起诉了 他因为他就是 起诉的整个视频啊 他不是视频当中的 某一句话 那是等于呢 对他呢 有降低 有负面 有什么影响 要赔多少 这事就来了 来了以后 这种事啊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要打打 然后呢 关键是你公平的打 大家都看 你在这个网络上 打嘛 而且又是互联网法院 挺好的 可以有网络围观嘛 大家可以申请旁听嘛 大家都围观围观 看看事儿 扑扑法 都知道一下怎么回事 包括呢 这到底这个支架买甲 有什么呢 咱这系列啊 咱还做几批视频 让大家 彻底的了解这个事儿 是什么回事 为什么要这么样子 通过这事啊 哎呀 这样的一个舆论 你就说对于支架买甲里头 是不是有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是否对中国的发展有利 我们需要是要全面的看一下 而且包括呢 中国的法律到底是怎么说的 就是你支架买甲不能抗辩 所以这个判的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们需要这个事儿啊 下边几期就给你揭示真相 也希望呢 大家能持续的关注 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子 我们实际上是对良心 对社会负责 我们对于假货一直是要严打的 一贯观点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对于这个敲诈农民 敲诈这些小微经营者 那我们是反对的 你呢 对于他们来讲是强势 你要真是斗什么权势的话呢 我支持您 真是的话呢 你敲诈这个人就要骂你 包括是什么 你别说你判了就合法 你包括那个卖几精英勤菜 被罚了几万的 人家也说有法律依据 但是我照样骂那样的人是什么 那还是政府呢 那就是敲诈勒索 卖几精英勤菜罚人几万 对吧 按照什么法律条文 好像罚的都合法 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人家土豆或者土豆卖贵点了 涨点价了 又罚个几万 这种事儿的话呢 你说是这个支甲买甲 好像是怎么着的 但是呢 他的经营者就是这么点 对吧 他就是个很小微的 他的二十五万 他再加上几个人的工资 几个人干活一起一分 每天才挣多少钱啊 在北京那个我们家的阿姨的话 一个月管吃管住七千了 你想他干这个点多少 他这个二十五万里头 买流量要花多少钱 他那二十万最多是毛利 你买流量花多少钱 别人帮他带货带流量 给人分多少钱 干什么的 他最后二十万能剩多少 就这么样的一个小经营者 现在呢 五万 所以的话这个事儿 我们就是说要站起来说点公道话 至于呢 玩海搞什么有钱人的带货直播我不管 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是要说说的 而且当时你对了线了 然后呢 当时藏着 过了一阵 暗戳戳的 过了一年多来起诉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事儿啊 咱们把理摊到阳光下 不变不明 我们欢迎来变 反正我这事儿呢 讲什么道理的时候啊 讲不出理来的人 都躲到后头 不说话了 对吧 我们把这个理啊 给大家都讲清楚 大家都擦亮眼睛 咱谁错了 是个承认错误对吧 实际上承认错误不寒沉 把这个事儿啊 让大家都看明白 谢谢观看 本期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 下边的这个话题还有几期 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再见